众所周知,在战争期间,很多国家的边境地区或者军事要地,为了防止敌人的侵袭,在不得已之下,都会在自家的领土上埋上地雷以确保安全。 可以说这么做可以很大程度的确保后方的安全。 然而到了战争结束之后,这些地雷就成了一大难题了。 曾经苏联就在阿富汗埋下了百万颗地雷,时至今日依旧没有排完。 想要动用人工清除的话,估计需要四千年的时间,一天一名士兵只能排雷几颗,十几颗,这一度让当地军队非常的头痛。 而且这些地雷因为数量多,遍布的地区非常的广泛。 因此,他们无时无刻都在威胁住阿富汗人们的安全问题。 并且多年来已经有不少当地的人民,被这些地雷所伤。 不幸被轰炸者轻者残废,重则伤亡。 后来随助伤亡逐渐增多。 阿富汗动用了各种现代科技武器进行排雷。 比如说金属探测仪等等进行排雷。 但效率相对来说很是缓慢。 而且对于士兵的安全来说,也是一个无法预估的难题。 于是阿富汗又想出了各种方法。 基本上都没有能够实现高效率的排雷。 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,发现了一种可以排雷的老鼠。 并且马上投入使用。 结果展现出了非常让人满意的成绩。 于是此国开始训练和繁殖这类老鼠。 开始全面地投入到排雷战场之上。 其利用老鼠敏锐的嗅觉和轻便的体型, 就算踩到地雷上,也不会引起爆炸。 很容易就可确定地雷的位置。 从而士兵马上进行排除。 效率提高了十倍不止。 堪称排雷专家。 后来在老鼠的带领之下, 阿富汗的排雷工作越加得顺利。 同时用老鼠排雷的方式, 大大的减少了士兵的死亡率。 可以说,老鼠立下了让人无法忽视的汉马功劳。 由于二战结束后, 世界各地又爆发了许多的区域性战役。 不仅在阿富汗有这样庞大的地雷区, 在我国云南边境地区, 也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地雷村。 该地也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地雷。 对越反激战结束后, 也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进行排雷。 直到今日, 依然还在继续。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有一个放心的生存环境。 除此之外, 在越南、辽国, 也是地雷、炮弹的重灾区。 在漫长的二十年越战中, 这两个地方被美军倾泻了几千万吨的各种炮弹。 其中很多在当时是亚弹没有爆炸。 随着战争的结束, 这些战争遗留弹药, 也成了威胁人民生活的一大因素。 因此在越南辽国, 每年都有许多无辜百姓被这些炮弹所伤。